因为发烧而退出印度公开赛女单比赛的 我国羽毛球运动员杨嘉敏确诊感染冠病 他目前已经回到新加坡并遵守防疫措施正在隔离中 22岁的杨嘉敏今天在Instagram发文 透露自己冠病检测呈阳性的消息 新加坡羽毛球总会受刑士表示 杨嘉敏在回返新加坡后 分别在昨天和今天接受了两次快速抗原检测 结果都呈阳性 他原本应该在上个星期五驻站印度羽球公开赛的女单八强赛事 却因为在前一天出现发烧症状而退赛 但当时的冠病检测结果呈阴性 杨嘉敏也在贴文中表示 目前已经回到新加坡休养 并遵守防疫程序接受隔离 他还在文中感谢公众 在这段期间给予的慰问和祝福 并承诺会尽快康复 争取早日重回羽毛球赛场 的年纪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